戴眼镜可以说是麦佩东的标记 但这日和林孙瑜出席活动时 他竟然脱下了副眼镜 原来他和Sereen都接受了矫视手术 不用再做四眼一续了 阿东更表示 如果矫视手术在十几年前 已经发展成熟 有更多选择 他走的路就可能会很不一样了 其实一直都想做的 十几年前我在入演员学院之前 我是想做的 去了中环 但是最后他说可以做到类食 但是我还有百多度近视 那我当时在想 要么就做演员 要么就做消防 但是两样都可以没有近视 所以其实最后就放弃了 而且就不能做消防员 结果就走了演员这条路 当然有没有人看你不惯了 也有 其实他会问 就算我父母也会问 你哪位 我眼睛原来这么大 是有点不惯的 但是我觉得也要试一下 接下来那套剧又可以不戴眼镜 又有新的不同的感觉给人 提到即将演出的新舞台剧 震荣可以说是相当吸引 除了有一次跟杨伟伦合作 更有刘德华担任出品人 还有张达明做导演 所以阿东都很期待 这个是一个好的剧本 好的角色 我觉得一定要试 再加上又再跟伟伦合作 又 是 自从《正义会浪》 之后我都没有再跟他合作 台还小 台我想几年前已经去到舞台 终于可以又一起演戏 很开心 我很期待 还有我又没有跟达明合作过 那我这次应该 我觉得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我都有第一次跟刘萨合作的 是呀 我都 我在金像掌见过他一次的 都聊过天的 非常好 很好人 那这次 我都希望他来多一点 看我们拍戏 不怕他在这里的气场 怕 大家一起讨论 我知道刘萨都很喜欢艺术的 那里是他的画廊 那次去做事 去拍poster 就是他的画廊 很多漂亮的画 所以我都觉得 一起讨论 我觉得开心 准备考虞家导师扒的Sereen 就说想学多些东西增值自己 最近虽然没有自拍新戏 但就即将为有份演出 由李心结监制 吳行人主演的新戏宣传 很轻衡 真的有机会参与这个作品 在这部电影里面 也有李心结和吴行人 是 这麽大的 前辈 对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 有些压力 初头开始的时候 不是 因为其实和心结有合作过 很开心他找我去 见导演 在Casting之类 在吴行人身上 就学到非常之多 他是非常之专业的一个演员 非常之幸运 真的很幸运 当时是看他的电影? 有 有看 譬如《华丁初上》 有些剧集我也有看 超厉害的 他真的超厉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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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